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莎莉 我想请你参加我和李明的婚礼 真的吗 你们刚毕业一年就要结婚了 这也太快了吧 那你是怎么爱上她的 是啊 上学的时候 我们俩只是偶尔在校园里见面时问候一下 因此我对李明的印象并不深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我们聊天时 发现我们俩有相同的爱好 后来联系就多了起来 时间长了 我发现李明虽然不帅 但是幽默 诚实 于是就相爱了 所以说 因为了解而产生的爱情 往往更长久 更浪漫 莎莎莉 我想请你参加我和李明的婚礼 真的吗 你们刚毕业一年就要结婚了 这也太快了吧 那你是怎么爱上她的 是啊 上学的时候 我们俩只是偶尔在校园里见面时问候一下 因此我对李明的印象并不深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我们聊天时 发现我们俩有相同的爱好 后来联系就多了起来 时间长了 我发现李明虽然不帅 但是幽默 诚实 于是就相爱了 所以说 因为了解而产生的爱情 往往更长久 更浪漫 课文一 毕业 我们毕业了 大学毕业后 我去了上海 从毕业 偶尔 副词 有时候不经常的 我一般都自己做饭 偶尔点外卖 我们联系不多 偶尔 偶尔打一次电话 问候 书面语 问候你的家人 带我问候你的家人 问候表示向别人问好 深 深 她们两人的感情很深 深 在这里是关系密切 感情深厚的意思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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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因为这 前面的句子是原因 她今天肚子疼 因此 因此没有来上课 肚子疼是原因 没来上课是结果 今天天气不好 因此 因此 她出门的时候带上了伞 因此 用在表示结果或结论的小句前面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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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聊天 她在和她的朋友聊天 聊天 相同 相同 A和B相同 A和B一样 这两件衣服的颜色相同 我们俩的爱好相同 于事 承接关系 后仪式由前仪式引起 是前仪式的结果 常常搭配旧 她住在我的旁边 我们天天见面 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沙利跟大卫去看了一次京剧 于是就喜欢上了京剧 产生 产生 产生指从已有事物中 生出新的事物或出现 对画画 产生兴趣 画画对我的生活 产生了重大影响 往往 往表示一般性的看法 有规律性的事情 晚饭后 她往往去图书馆 高老师 高老师往往工作到很晚才睡 因为 而 前一句表示原因 后一句表示结果 他们两个因为了解而相爱 飞机因为天气原因而推迟起飞 了解和天气原因在这里都指的是原因 相爱和推迟起飞都指的是结果 而后面是一个动词短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沙莱 我想请你参加我和李明的婚礼 是啊 上学的时候 我们俩只是偶尔在校园里见面时 问候一下 因此我对李明的印象并不深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我们聊天时 发现我们俩有相同的爱好 后来联系就多了起来 时间长了 我发现李明虽然不帅 但是幽默 诚实 于是就相爱了 真的吗 你们刚毕业一年就要结婚了 这也太快了吧 那你是怎么爱上他的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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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 因为了解而产生的爱情 往往更长久 更浪漫 张力和李明是大学同学 大学的时候 两个人的交流不多 大学毕业以后 他们俩都留在北京工作 在一次同学聚会时 他们俩发现 他们有相同的爱好 联系就多了起来 了解也多了 于是 他们相爱了 准备结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